二零二三 臺灣杯國際自由車場 第經典賽事三號起 一連三天在臺中清水自由車場展開 這其實也是一級自由車 國際賽事首都移師到臺中舉辦 今年擁奪亞青金牌的地主小將 張恩騰 還有李采榮 在首戰的賽程當中 繳出了好成績 聯手奪下三金 拼出了車談 新氣象 手持冠軍花束與臺中運動局局長 李玉瑞合影留念 地主小將張恩騰 李采榮 在今年經典賽首戰聯手包辦三金 展現出臺中深耕自由車的發展成果 希望讓選手向下扎根 讓我們青年 青少年選手 能充分利用這個自由車場 讓他做好培訓的工作 讓我們的選手的來源 人才公書不要間斷 二零二三 臺灣杯國際自由車場地經典賽 共吸引全球六國十八對 一百二十六位精英選手通常飆速 其中臺灣隊更是精銳精出 希望藉由這次賽事 以賽代訓 備戰亞運以及全國運動會 我們全國運動會也要參加亞運 這個都是選手在國內備戰 今天的一月之後 很重要在今年度兩個大賽 那最重要就是讓出賽的 臺灣選手可以在前期有一個賽訓合一 很重要的一個階段 做最後一個調整 李局長表示 我國自由車好手 現在處於重點備戰階段 透過這次在臺中舉辦國際賽 不但讓地主隊免於舟車 勞頓壓力 也有助於選手調整備戰 增加在全國運及亞運 躲進準備 記者綜合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